阿尔及利亚驻利比亚使馆17日遭爆炸袭击,造成至少三人受伤。 据利比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,不明身份者驾驶汽车经过阿尔及利亚使馆时,突然从车中扔出一个爆炸物,导致在使馆安全港亭前执勤的三人受伤。 由于利比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,与绝大多数国家一样,阿尔及利亚去年夏天关闭了驻利比亚使馆,目前使馆内并没有外交人员。 目前尚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爆炸事件。 自去年7月13日起,分别支持利比亚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的民兵武装在首都迪利波里,东部城市班加西等地展开激战。 目前迪利波里已被支持宗教势力的民兵武装利比亚黎明控制。